今天國民黨的初選的 國政願景發表會 其實就是焦點在憲政外交 兩岸國安這些問題上面 在這四個問題上面 當然這五位的所謂擬參選人 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跟表述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表現 到底如何 所以我講 拉進來 打出去 昨天抹黑韓國瑜的人說 這是學毛澤東講話 又錯了 這是武俠小說裡的招式 把拉進來之後 把所有我們要鎖定的市場 請他們退休財經官員 企業界 來我們台灣 打出去所有外部 我們重視的市場 由外交官 以及所有相關的經貿人員 從第一線 幫助我們國內的企業 所以我們外交 一定要轉化為經貿外交 要以和平為前提 我在美國大陸再三強調 戰爭沒有贏家 和平沒有輸家 翻開人類的戰爭時 我們會發現到 所有的戰爭 死亡的都是20歲到26歲 今天台灣的人民 台灣的家長 能夠接受這樣的戰爭 帶來的殘酷嗎 要以經濟為優先 中國大陸佔 台灣外銷40% 未來中華民國的總統最重要 要趕快簽訂貨貓 讓貨品先行 人員可以慢一點 我們現在台灣所有輸出的產品 90%沒有辦法享受優惠的關稅 新加坡94%都是優惠的 南韓77% 這個對台灣中華企業打擊太大 所以兩岸和平發展 避開戰爭 經濟掛帥 會是整個中華民國 台澎金馬未來最重要的挑戰 其實我們看到韓國瑜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他最重要就是先感謝高雄市民 給他這個機會 然後在去年底的時候 讓他能夠當上高雄市長 然後他也承諾 如果大家真的送他進總統府的話 他絕對一個禮拜 大概至少三天會待在高雄 他絕對不會廢棄高雄市民 對他的希望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在表現 就是高雄市民 還是他心中最重要的那一塊 他絕對不會因為 現在有其他的規劃去放棄他 他也講出為什麼現在 要出來選總統 因為他當到高雄市長之後 他會發覺 你看你不管要什麼資源 中央就不斷的卡你 我們一個登革二 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他不斷的去卡韓 用各種方式來去弄韓國瑜 如果你沒有到中央去取得資源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把高雄市做好 所以這讓他體認非常深 才促成了他決定要出來 邁向總統之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民進黨最近這一陣子 什麼抹黑 設計 弄陷阱 什麼這些都來了 讓韓國瑜真的是心裡頭 感受良多 可是問題是 他也指指了蔡英文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說 未來要當中華民國總統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尊重憲法 你憲法都沒有尊重到的話 請問一下 你怎麼去當這樣一個總統 你名不正 言不順 如何去領導中華民國 蔡英文政府最重要的就是 從一開始 他們就是用欺騙的方式 來攫取了這個總統的大位 然後上陣之後 不斷的用各種扭曲的方式 去區域的解釋憲法 就搞得整個兩岸關係緊張 台灣在國際地位 也不斷的在動搖中 所以他覺得說 這一些都是他上任之後 會把它扭轉過來的一個問題 而且他也指指了 另外一個問題 就蔡英文執政到現在才三年 其實已經換了三任行政院長 他說換這個行政院長 所以跟洗衣機一樣 是 家裡洗衣機 現在洗衣機至少用個五 六年 沒什麼問題 他說洗衣機可以用二十年 現在三年內換了多少個 我必須說 基本上這一些人 都是免洗餐具 是蔡英文在吃住餐的時候用的 你知道 隨時他不喜歡就把它扔掉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覺說 他指指了很多 就是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面臨到了這一些難題 但他也告訴大家 未來他如果執政的話 很簡單的 兩岸之間他一定會秉持的 就是我們的憲法規定的 就是中華民國分為什麼 大陸地區跟自由地區 這兩個地方 他會秉持這個原則 一定不會讓中華民國消失 任何對中華民國挑戰 可是郭董可是講兩國 是 我跟你講 郭董的兩國論 其實恐怕對兩岸之間 會造成很大之間的問題 但我不知道 郭董自己意識到沒有 可是韓國瑜是完全按照 我們的憲法的規定 這樣來的 不管兩岸之間如何的發展 只要觸及到憲法 當然是以我們的憲法為準 其實你按照這個方式去做 基本上就不會有問題 可是我們過去的總統 包括蔡英文總統 好像一直不明白 這個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一直不斷的混淆 造成了很多的混亂 韓國瑜講述完 郭台銘董事長 今天當然也有他的表述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郭台銘董事長 之前一直在酸 蔡英文總統什麼 你沒事就一直在看稿 沒事一下看稿68次 怎麼樣 他還說如果將來 我們兩個能夠經濟辯論的話 我們來比賽 不看稿來辯論經濟 可是我發現 他今天怎麼一直低頭 對 所以這個就讓我們覺得說 我算一下大概兩秒鐘 第一次投 對 這個好像有點奇怪 他好像也一直不斷的在低頭 當然 你注意 那畫面當中 他頭一直在低下 你看這邊 是 當然我必須說 其實也不要太怪他 為什麼 他今天一上台 他自己也有講 我是政治上的菜鳥 所以他說在政治上的東西 他像3點就在那邊準備 對 我覺得韓正常 新人準備的功夫都要比較久一點 我相信他心中 一定大概也很忐忑 所以大概據說他的小編 也給他準備很多資料 不斷的讓他去複習 所以我必須說 郭董當然對這個是 非常戒慎恐懼 但是他講一講之後 因為今天是國民黨初選的 國政院議發表會 不能彼此攻擊 然後所以他的炮火是對誰 對著蔡英文 挖一下批他什麼 經濟沒半步 政治權奧部 然後就覺得他執政 整個面臨非常多的失敗 但是很奇怪 他沒有辦法去直接 攻擊他的對手 結果他攻擊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還聽到 我們中天電視 我跟你講 對 你們中天躺著也中槍 對 他怎麼炮火 打到我們身上 對 這個很奇怪 他居然直指說 你們中天的老闆說 你們在中國大陸 因為你經營的是內需產業 所以你們就必須要聽 中國大陸的 必須聽中國共產黨的 像他因為他做的是這種 外銷產業 3C產業 先進產業 所以他就不必聽中國大陸了 這誰相信 這個邏輯聽起來非常奇怪 我老實講 你產業的大部分的資產 全部就在大陸 我們都知道 大陸是個外匯管制的國家 沒錯 之前有藝人 想要把他的資金 運到台灣來 都被人家騙了一大筆錢 你想想看 你這麼大規模的資金移動 如果沒有大陸的點頭 可能嗎 那還擠不出來 是 所以我覺得 郭董是不是把自己想得太美好 你覺得你在那邊20年以上 你真的不需要接受 大陸的任何控制嗎 而且你想想看富士康哥之前 還發表聲明說 怎麼可能 不會在大陸撤場 對 這個就是富士康 自己都打臉的郭董 因為郭董說 我隨時都可以撤場 我明天都可以離開中國大陸 這等於是在唱黑白臉 對 我就不知道 這個不曉得他們跟 中國大陸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默契 這個我們當然就不清楚 也許只是郭董個人的發言 但是問題來了 他今天還特別提到一個東西 他說過去台灣在外交上 突出碰壁的東西 到他就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可以解決呢 因為他有個中華民國 最強外掛 什麼叫中華民國最強外掛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你知道 他說因為他過去 在做生意的時候 跟各國的這些元首 領袖 交情非常深 所以未來他如果當了 台灣的總統的話 他就可以利用他 過去跟這些人的交情 可以讓台灣的外交大肆拓展 但是我必須提醒一下郭董 這是在騙三歲小孩吧 你要知道 你之所以跟他們能夠見面 能夠有交情 能夠進入白宮 是因為當時你是鴻海的總裁 對 等到你變成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你確定你還能進去嗎 第一個我敢保證 你以中國大陸就半步都進不去 沒錯 因為他不能以中華民國 總統的身分進到中國大陸 很多國家你大概也進不去 至於川普 跟你通電話也許可能 但是邀請你去白宮 我看這個機會恐怕也是 非常困難了 所以你不能夠直接拿 你在鴻海的時期 來類比未來假設 而且你登上大陸的時期 所以我覺得郭董這個 政治的菜鳥 還需要再經過歷練 這一次的表現 五個人的表現如何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各自有各自的心中一把尺 但我看到一個亮點 看到什麼亮點 國民黨這次候選人超級高 你看到沒有 所有人裡頭 韓國瑜是最矮的 所以至少在身高上 國民黨大概是目前 碾壓其他政黨 這一點我可以非常的確定 袁製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今天郭董在講的時候 講的是AI 他可以講到AI農業 AI國防 AI任何事情 可是問題是 現在這時候他看稿的速度 比蔡英文還更平 我仔細算一下 大概兩秒鐘就看一次稿子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現在這時候 今天大家在講到國防 講到這些的時候 韓國瑜講了一個點子 他講到這個安全的部分 他講到了用塞子來做比喻 很多人可能聽不太懂 這塞子的意思 中間的其中的 深刻的含義在什麼地方 其實剛剛很多網友都說 一講塞子的忙就懂了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講的是說 我們不要當棋子 我們要當塞子 雖然說這兩個都是圓圓的 小小的 但是棋子是任由人擺佈的 人家來下棋 然後我們是被人家來決定 可是塞子 塞子很重要 我們可以控制浴缸的水量 當然我們塞子 如果說我覺得對你不爽的話 我可以放一點點 然後或者是說我可以加一點點 我可以創造那個價值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想要把國家變什麼方向 我們國家就會變成什麼 如果說我們國家領導人 認為我們國家只是個棋子的話 我們就會過於 遷就美國或大陸 我們變成他們的其中一個棋子 就像美國 美國對我們也不是真誠的 以前美國就認為 我們是trouble maker 就希望台海和平 所以希望台灣不要過於 先當自己的主權 可是現在美國因為跟中國兩個 對得比較激烈 美通貿易戰 所以好像美國對我們比較好 可是美國是真心對我們好嗎 不是 美國只是把我們當棋子 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 讓美國感覺到我們有價值 我們只有利用價值 你看蔡議員他們要買武器 結果現在這時候 川普說要先跟大陸習近平 見完面之後 才決定要不要賣給我們 所以 我們根本就是個棋子 我們就棋子 而且我們那個棋子 是隨時都可以丟掉的棋子 還不是會被收到棋盤上面 或者是棋盒裡面的棋子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變成塞子 這韓國瑜他講說 我們變塞子 他可能他當總統他要求所有政務官 你們去思考 台灣到底在國際上或經濟上 或各方面 有什麼價值是別人不可或缺的 我們把我們自己壯大 別人就不能夠把我們當棋子 這是一個方向 國家領導人希望台灣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什麼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大家一聽就懂 反正是我覺得郭董非常可惜 因為像我們平常 以前我們在面試新人的時候 我們會看自傳 自傳我覺得新人最可惜 就是寫太多不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有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然後我家境小康 我從小參加什麼社 當過什麼社長 我這個有領導力 我又有什麼溝通能力 每一個人講的都一樣 通常我們看到這種自傳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看到最後一行 不會去看中間 我覺得郭董 今天花太多時間了 平時說他今天就像寫自傳一樣 花太多時間在寫這種自傳 他一看就說 我誠懇 我認真 我不募款 我們當然知道你不募款 所以你說今天郭董的內容 就是個流水帳 就真的是流水帳 而且他流水帳是穿插在 通篇自傳裡面 前面也有 中間也有 後面也有 然後通常我們看以前的辯論會 大家的重點 就是講話特別大聲 通常都是一個希望國家的方向 比如說馬英九不是說 台灣逆風告黑 然後就是前面一個鋪枕 然後最後逆風告黑 然後郭董的重點放在哪裡 郭董的重點放在 我會變成最強外掛 或者是郭董來了 就是他都是在 他自己個人的情況凸顯 我認為非常可惜 因為今天這個活動叫做 國政說明會 可是他卻凸顯他是成分的商人 他個人 其實他不需要凸顯 為什麼 因為郭董全台灣 沒什麼人不認識他 沒有人不認識他 而且郭董剛出來說 要宣布選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他都還沒有講 任何理念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一定的 民意制度了 這些民意制度哪裡來的 不就是根據他個人條件嗎 因為你是鴻海的總裁 大家覺得你有能力 你會賺錢 覺得你可以把國家記得更好 所以會支持你 今天你花那麼多時間 去證明一件 你本來大家就知道的事情 何必 反而是你沒有把這些優勢 你個人條件優勢 把它落實在你憲政推動 你國家安全推動 你外交推動 各方面 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在那邊聽 在記他講什麼 郭董要記到論述的重點的時候 又變成他個人條件 一個自傳的流水上 所以郭董要記到一個 什麼重點的時候 然後比政拿起來 怎麼又變成說 我誠懇 我有辦法 我有能力 我會用忍 他後面兩次 三次的回答問題 都是這樣的模式在走 所以就很可惜 還有一點 就是我覺得郭董 他除了太過於 強調自己優勢之外 他也太急於要撕掉大家 對他的一些負面標籤 比如說過去人家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很多財產 會在大陸 所以你會比較容易被人家控制 他為了撕掉自己的標籤 然後就跑去攻擊別人 然後說別人才是這樣 我不會 其實利用國政說明會 不需要去這樣 你也不需要去一直講 自己的個人條件 你也不需要很急於撕掉 自己負面標籤 大家希望你知道的是 針對這四大項 你到底的理念是什麼 你怎麼去推動 台灣方向是什麼 人家才會放心把官方交給你 我個人 賴老師 對 我的判斷是這樣子 郭台銘可能對於國政這個領域 他比較陌生 他比較陌生的時候缺少自信 因為跟他的專業的領域 你覺得他看稿是因為缺少自信嗎 對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他在AI這個部分 或是在代工 或是在自動化這個部分裡面 他很熟悉 很熟悉的時候他很有自信 所以他演講的時候他不用靠稿 因為如數加徵 他掌握得太精準了 所以一點問題 一點困難都沒有 但是國政這個領域 對他來講太陌生了 他陌生以後就缺少自信的時候 就只好一直看稿 我覺得這個是跟他一直看稿 應該是有一點點連帶性 因為他的本身的 不管對這個四個領域的分析 其實力道都不夠 太空了 都太空 但是韓國瑜本身 只有補價 沒有肉 裡面都是空的 都是標語 口號 而且邏輯是有問題 所以他目的根本更有問題 邏輯是有問題 那個結構理論基礎也比較脆弱 不過韓國瑜舉於瑞士 跟太古的例子 其實不是很恰當 因為不恰當 因為瑞士 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 永久中立國 他是因為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外環境 外環境是這幾個列強 勢力是均衡的 德國 法國 奧地利跟義大利 這幾個國家的列強 是剛好是環繞在瑞士 所以他的國力是均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在瑞士考察過 瑞士的地形他是以山為主 整個地方四萬多平方公里 都是山 缺得非常碎片 缺得非常碎片 所以再加上瑞士的軍隊能打仗 他是全民皆兵 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只要進來 就會被捲入這個裡面 這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成為一個永久中立國 另外一個地方是泰國 泰國的案例也不太恰當 是因為泰國在當時 法國殖民的時候 是越南 越緬 越南 緬甸 不是 越南 柬埔塞 甘埔寺 還有遼國 然後英國殖民的是緬甸這個地區 所以剛好是兩強的時候 他成為一個兩強的一個緩衝國 他可以成為一個緩衝國的一個 但是他不是一個永久中立國 因為他是一個緩衝國 後來你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進來的時候 他就導向轉變成日本的同盟國 等到日本開始被打敗以後 他又脫離日本 所以他是採用這種 偷擊的方法來苟眼殘船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用泰國或是瑞士 作為我們台灣參考的案例 是否太恰當的 我倒覺得不太恰當 對方裡 一片 我們就說